那我们这地方的话就给他预设的一个空白的一个Activity 他就会自动帮我建立一个空白的Activity 然后一般他给我们的名称叫Activity Main 那当然我们书上是建议我们把它改成Main 不过叫什么名称都无所谓 反正他到时候能够启动就可以了 OK那其他的话 开起来之后的话我想这应该各位有还有印象 在那个我们的 Source里面呢就会有一个什么点Java的一个档案可以把它开起来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在里面做编辑 这应该有印象在那个Source里面SRC里面 然后开起来就是一个Java 这个部分呢就是放程式的地方那我们就可以 编辑的话呢就会跟那个之前写Java是类似的 那另外呢画面部分UI界面部分呢是放在什么呢 放在那个Man.XM或者是我们名称叫做什么叫做 Activity Main我切过来这边给各位看一下 好 这边的话呢 我们上个礼拜做的练习是Hello World 有没有 那我讲过就第1个我们的画面 反正无论如何这么多的 资料夹 其实你只要记得他的位置就一定会是在这里 就是在 RES的资料夹里面的 这个Layout Layout里面的Activity Activity Main .XML 这个名称的话 在早期的版本都叫Man.XML 不过他新版之后都改 直接预设就是Activity底线Man 那这个有点像网页 不过他是一个XML的一个档案 我们这个部分呢 就是用来编辑直接把他打开来看一下 那你会发现呢 打开来之后呢 就可以利用他的图形化工具去做编辑 然后把他打开来 这个时候他会载入 这一个基本的一些相关元件 这个是 我们的UI界面放置的位置 那程式部分的话呢是放在这个 SRC的这个地方 有时候 这个开启稍微稍微慢了一点点 稍微慢了一点点 这个 那特别注意 这个我的心得这样 你会发现那个 Man 点XML 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很多书里面 所提供给我们都是 XML的原始档 大部分的都很少提供那个用 什么的用那个 图形化界面的方式 教 教我们去 设计那个 画面 很多时候都是用什么 用程式码来撰写 就是说你们如果去买书的话 他一定会给你提供给你个什么 提供给你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要你怎么样布局呢 跟你讲说你上面要放一个TestView 请你在上面打一个什么 TestView的标签 然后呢后面的话就是你的ID Layout的宽度 高度然后上面的文字 通常呢 一般的书 会叫你这样做 可是呢 我觉得这样有点不太人性